今天我們要來製製巧克力湯圓 高雞毛高雞毛 我愛阿星 今天我們要來自己製作 網路上最近蠻討論度蠻夯的巧克力湯圓 大家都知道這個巧克力湯圓 現在在外面很難買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在抵制不能吃 所以我們今天來教大家如何 在家裡就來自己製製巧克力湯圓 那個我這次可是做足了功課才來的 我剛剛前面花了大概20秒 稍微看了一下食譜好不好 我們今天呢 來準備的材料有什麼東西呢 你需要去材料行買個糯米粉 有了這個糯米粉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做那個 湯圓外面那種黏黏糯糯的糯米皮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然後裡面要加什麼料呢 今天就為大家測試看看 加什麼樣子的巧克力才會好吃 我們這邊買了大概幾款 123456 6款6款不一樣的巧克力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6款巧克力放到湯圓裡面 哪一個好吃 首先第一款我們要吃的是 Kickat 這個是很有名的牌子 然後它是雀草出的 70%的巧克力 過來 這個 這個是明治出的 這個不會念 然後它裡面放的是那種 夏威夷豆 就是吃起來脆脆然後很好吃的 下一個 麥吉沙 我沒有吃過耶 第一次看過這種巧克力 但看起來很厲害 是把它買下來了 然後 Foreado的我生 欸這個金沙巧克力 下一個我會念 Kinder 最後最後雷森巧克力 五六年前很湯的巧克力 但現在已經沒有人買了好不好 好 講了這麼多 我們今天需要做的第一步步驟咧 先把巧克力放在旁邊 我們需要加200克的糯米粉 上面有寫 辛好男人偶爾也該下廚 我不下廚也可以很好啊 Life is so hard 為什麼這世界就沒有任何一個包裝 我是可以打得開的啊 為什麼 我們不要剪太大 剪小小的就好了 好 來 我們需要200克 首先先等它好 放上去 歸零 歸零了之後 我們要放200克的麵粉進去 100克了 200 200克半包耶 下一個我們需要100ml的熱水 大概倒到100左右 廢話 好 然後之後我們稍微攪拌它 它水完全被吸收的這樣 比例真的正確嗎 這是馬田的食譜 馬田的食譜 接下來再加入70ml的常溫水 OK 全部加進去了 然後充分的攪拌 有啦 有變比較狗了 好狗 這麼狗是正常的嗎 我開始覺得手逐漸越來越難行動耶 嗨 完成了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用雙手去 勾它 這手都要陷入泥沼當中了 我們在 都揉它個幾次 把它揉成一球 我沒有在玩食物 這是沒錯的嗎 你確定 所以就是一直揉它就會 越揉越團結 所以我需要給它一點勁 好 好 像是這樣 轉圈圈 它沒有不沾手耶 我覺得又越沾手耶 我手指漸漸動不了了耶 你是不是騙我 它沒有不沾手啊 你覺得呢 它看起來撥得下來嗎 怎麼那麼黏啊 怎麼那麼黏啊 欸 這不是我的問題吧 我很努力在 欸 馬田你看你的食譜 如何扼殺掉一個對 對每一次用進去 不對啊 你看 假如我是 買了馬田食譜的人 然後 我第一次做這個 我再也不相信食物了 不是它一樣黏啊 它就是黏的啊 洗完手勺了 然後雖然洗完手熟了 但是 我還是要再把它握在手上 我們這次加了一點點油啦 好不好 稍微改進了一下 馬田的食譜 有啦比較好一點了啦 一坨了 有沒有 成功了 可以耶 你剛做什麼 我剛去洗手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加油就 然後剛剛就是很喪氣對不對 如果我們剛剛把中間前面全部都剪斷 現在看起來就很像是成功的我 看起來就很成功耶 馬田食譜很棒 我們就把中間全部忘掉好不好 可以耶 已經變得賠樂多了 完成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來包雷森巧克力 先抓起一個 揉成圓形 之後 你快 打開一下 把它變成圓的 我們再來把我們的雷森巧克力 包進去 這個樣子 很可愛耶 然後把它捏起來 慢慢的把它縮進去 縮進去 縮進去 然後之後 讓它變圓圓的 油味 一顆 就這麼簡單 加一個金沙巧克力 金沙巧克力已經夠大顆了 可以加上這個 超大 OK 收起來 加好之後 輕輕的 溫柔的 不要把它弄碎 完美無瑕的湯圓 再來第三個 很像很厲害的巧克力 好 這個就可以比較小一點 包個一顆吧 收起來 完成 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我們來個 KeyCat 看一下 成半包進去 輕輕的 因為它的 餃是尖的 好 完成 剩兩個 不會唸 但是是名字出的 日本巧克力 好 好可愛 便完成 最後一個 大家最喜歡吃的 超甜的牛奶口味 完成 每個都包好了 我讓每個都蒸厚一點點好了 因為 吃湯圓啊 很容易碎掉 不是碎掉 好像會破掉 所以呢 我每一顆都 給它蒸厚 好不好 6顆超級巨大的 巧克力口味的湯圓 然後聽說 馬廷原本的食譜是可以做60顆 我把它做60顆 喔30顆喔 我把它做成6顆 好不好 接下來 水煮它 好 煮好了 哇 超大一顆耶 超級超級大 拿起來更誇張啦 它大概是 我的掌心的四分之一 超級 超級大一顆 基本上來說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什麼湯圓喔 我們來秤一下它到底 一顆有多重 揭曉囉 這顆湯圓 56克 超級重 我現在咬一口好了啦 いただきます 這好像在包 豬皮喔 我知道這什麼 這很簡單 金沙 因為裡面有一個 軟掉非常噁心的 那個 果仁 好噁啊 金沙真的不要拿去水煮 裡面的皮的內餡啊 很甜 品格封好了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登登 難吃 難吃到爆 再來下一個 開口笑 いただきます 好噁心的 看裡面為什麼會有那種 軟軟脆脆脆的感覺啊 應該是夏威夷那個 好酷喔 喔可以看 那很巧克力啊 又苦然後又 不好吃 第二分 難吃到爆 下一個 等一下這才是金沙呢 反正都很難吃 這個為什麼我會說是金沙呢 因為裡面就是一顆 裡面就是一顆 非常非常明顯 吃喔 這不是金沙 剛剛第一個是金沙 這個是那個 麥子沙 不好吃 品格封齁 還有三個 加油 皮可以啊 皮很OK 皮我算大成功 這皮太厚了 下一個 到底有沒有好吃的啊 夏威夷到 這意外的可以耶 這意外的超好吃耶 超可能工的 夏威夷到 加這個的超好吃 抽棒 評個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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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看朋友到很好吃吧 就是好吃 還有兩個 這個很沙耶 看起來應該是雷神巧克力 雷神也可以耶 雷神吃起來有一點像芝麻 芝麻湯圓 裡面碎碎的 然後帶有點巧克力味道 還不錯 雷神 登登登登登 3分給過 最後一個 不是 第一個是冰分樂 這個才是金沙 很大一顆耶 はい 最後一顆 最後一顆 いただきます 金沙的 ... 結論 只要有帶餅乾的巧克力啊 放在裡面煮啊 變得超難吃 感覺很像在咬紙板 吃掉了紙板 不行 儘管是金沙 變成巧克力也很難吃 我覺得啦 如果要做的話 你們可能要放一些純巧克力 就是不能有餅乾這種 只要拼個分 兩分 這個我真的覺得不行 好啦 今天這部影片差不多到這裡關一個段落囉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種 自己手作單人的話 別忘了給留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讓我知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這個我不會唸 Kicket 下一個 這個我不會唸 下一個 我不會唸 過來 我不會唸 我不會唸 Kicket